那請兩慧玲就會講一下 就昨天晚上有沒有緊張到失明 有沒有什麼站起來分享一下 有 小潔一定會有 來 小潔你說 我沒有緊張到失明 我是真的睡得滿好的 一點都不緊張 對 因為今天請大家吃 吃那個吃很好吃的漢堡 我們是吃漢堡 那我覺得只有我們這個 毒樂樂不如中樂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兩個就毒了 今天最後一項拔河誰贏了 對方就要請我們加油區 一百份的漢堡 所以我們今天藍隊的加油團 又服了 加油 前姐 不是這樣說 沒有話就是 沒有話 就是紅隊的粉絲也有福氣 就可以吃到這一百份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想進場來幫紅蘭兩隊的朋友們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一個晚上 一個饗宴 那兩邊隊長都很想想一下 沒有 我們就是比較是良性競爭 然後因為我們私底下 美哥還是很照顧我們所有人 然後比如說我們在 很冷的天氣練習設計 美哥還是 他是照顧兩隊 就是不只藍隊還有紅隊 所以滿開心進來這個大家庭的 就是私底下其實也跟藍隊隊員 其實也不錯 對 那現在丟丟妹上升可以嗎 不會好在安慰 1 2 1 2 1 2 RED FIRE 你們是不是RED FIRE 沒有啊 真的很free 對 他們說什麼 對 他們已經在那個 跟他們一樣的 我們的口號嘛 氣勢不能輸 來 五杯 對 好 KIMBRO 好 到將不了 這麼多人面前比賽會不會覺得 就是會有壓力或緊張 就是要怎麼鼓勵團員們之類的 我覺得因為這次是例行賽嘛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大家是在爭奪獎盃數 其實真的觀眾進來看 是看到我們在電視上播出的一樣 是Live的 我們自己也是 因為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們聽不到主播 他們在旁邊講的東西 可是其實我們今天是聽得到的 所以表現好與不好 是馬上會被講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最大的目標是 希望進來的觀眾 可以看到一場好的球賽 這才是重點 對 小玉之前說 那個練習的時間很難兼顧家庭 大家甚至有連到家破人王的進步 你要不要講一下 到底是有多困難這件事 因為其實跟他講一下 我的老婆現在是懷孕八個月 所以必須得常常去觀察他的情況 那其實我們基本上這兩個月多吧 大概都是早出晚歸 就是基本上回家見到他 就是可能一兩個小時就得睡覺 連產檢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陪伴他 我覺得自己很愧疚 所以如果不得總冠軍 我覺得會對不起他 對 可能我必須得先去跟小玉的老婆說 對不起了 總冠軍我們也要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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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來 那他會幫藍隊還是紅隊加油 我早上看到他好像是穿藍色的衣服 唉唷 唉唷 但沒辦法啦 他還可能 他還是必須得坐中間 因為我們兩邊比較沒票了 他只能在中間比較中立的看 但我覺得他以學長的身份 不管哪一隊影台應該都會很開心 你自己是中隊 因為他自己想來的 他來看錢解 對 你是不是來看電影 他 我們天天都在家裡有點膩了 對